第一個就是說 台灣自從民主政治 很多的民選的地方的首長 習慣用舉債 用煙火式的施政 來博取民眾的好感 花眾取寵 然後完全不負責任 不去在乎 市政會負擔多少的債務 然後這些縣市首長 又長期的向中央喊窮 就說城鄉差距 南北差距 他們長期都對這些偏鄉也好 或是南部的縣市不公平 一直不斷的要求 中央必須要補助 但是問題是說 你一個毫不負責任的施政 你這像無底洞一樣的坑 像高雄像的花錢的方法 如果只要是你要錢 中央都給的話 那還得了 那他花起錢來會更不手軟 所以中央當然也不能夠 是毫無標準 毫無原則的 就給他補助 否則的話 你直接選舉出來的縣市首長 花錢買政機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大家都不去注意到說 你今天所謂的債留子孫 平均一個人負債多少 這些都不重要 你包括今天中央政府 現在民進黨執政 有很重大的危機的時候 他不是開始政策買票嗎 就覺得買票最有效 買票最快 花納稅錢是最有效的 但結果這個負債 是誰要去承擔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我們的選舉文化 我們的施政博取民眾喜好的這個方式 是很病態的 但是以像高雄長期的這麼嚴重的虧欠 在政黨輪替之前還嘗試的去做一些掩飾 這其實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洞這麼的嚴重 這個洞這麼的大 這不是民進黨的人 老是愛講說什麼南北差距 就可以差 就可以糊弄過去的 也不是說全台灣的人 長期虧欠高雄 所以高雄就可以這樣揮霍無度嗎 今天如果這3000多億 換來的是高雄的施工公共的品質 公共工程的品質 換來的是高雄真的不淹水 換來的是高雄的路況不會有洞 換來的是高雄的產業 真的成功的升級了 我們沒有話說 但是你花了3000億之後 這種公共品質 這種生活品質 不然市民會變 倒不掉 現在又在講說 陳菊在這個過程當中 賣了很多的土地 我覺得賣土地是最不應該的 這些所有的買賣 都應該是去查清楚 到底哪些人買的 到底是怎麼賣的 這些買的人裡頭 有沒有我們很熟悉的大咖 我覺得這些都要去查清楚 至於利清商跟營造商 他就是怕他偷工減料 因為我要照這條路 利清商就原料也是我開的 我就可以從中間省錢 我如果要省錢的話 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就偷工減料 如果不是因為偷工減料 為什麼道路品質這麼糟糕 為什麼會有幾千個坑 全台灣就是你們高雄跟台南有坑 人家其他地方的馬路 就不會有這種坑對不對 你高雄的地質有多麼的恐怖 有多麼的特別嗎 所以這就是你的施工的品質 你的招標開始 就有很多的問題 這些當然都是 通通都要去清查的 其實對韓國瑜來講 這個負擔真的很沉重 我坦白說 你以現在用千瘡板孔 來形容高雄市 是完全不為過 因為它事實就是如此 你不要增加預算就不錯了 不要再負債就不錯了 你還要還錢 這何其困難 所以難怪昨天韓國瑜不是講嗎 選完了以後 陳其邁又白又胖 笑得很高興 他又老又黑 他又老又瘦 然後現在他還要去拜託陳其邁 高台貴手 對 中央多給我們一點錢 讓我還錢 世傑 妳是工程專業 剛剛講的是開源 就是邵廷講得開源不足 我們來講截流的部分 因為韓國瑜說他發現 為什麼高雄的道路品質不好 是不是釐清商跟營造商是合一的 所以造成這整個品質勘率 這是第一個 另外一個他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高雄的道路 已經有中高的 中高免費的爐渣提供 因為這是中高的回饋 但是為什麼 他的馬路造路的成本 卻跟台北是一樣的 這樣合理嗎 夏琳 任何人都可以對 道路的成本結構品質提出質疑 尤其是你身為市長 韓國瑜提的不是沒道理 可是我希望第一點 那麼有質疑你就去查 而且查清楚 第二點 其實原因很多個不能只是片面的 在指責性說是前朝是陳菊怎麼沒做好 甚至有一種影射性的說好像觀山勾結 因為道路品質不好 第三點 品質不好其實有好多種原因 也不只講的這樣的原因 其實比方說 連設計上到現在沒有人去講設計 高雄重型車輛那麼多 貨櫃車那些重型車輛那麼多 高度的在使用路面 在高度使用重型車 是不是從設計上 一開始就設計為鋼筋混凝土 你是不是剛性路面 比方說我舉例 台北市的公車專用道 因為公車專用道 你公車都在那邊 剎車 剎車啟動 所以公車專用道乾脆 後來我們就改成剛性路面 還有混凝土路面也不是不行 就是設計上 是不是你設計的混凝 那個利清的比例太低 比方說你設計10公分 你如果設計10公分 12公分 再加上或者在施工上 有什麼脫工減料的 當然就更慘了 台北市像馬英九 大家說馬英九那麼英明 馬英九第一任當市長 第三年 我就去民權東西東路 工作上把他圍下來 我是根據民眾檢舉 民眾有拍照 那十幾年前的事 那個廠商跟勾結的官員 就是施定說 你馬路每天快速都在使用 你有怎麼辦法去驗 所以道路常常會被上下棋手 是這個原因 施工的廠商想說 你的監工跟驗收 都必須很快速 因為你馬上要開放使用 所以開放使用以後就混了 到底是使用 因為車子壓壞 使用不但沒 還是本來他就沒做好 結果我請警車兩段截開 就偏偏在上班時間9點 硬是去把他採樣 10公分的 校庭你要認真聽 下面20公分的極配 還不用驗到極配層 10公分的那個利菁 挖下去挖5公分 就挖到舊的那一層 可見他把你偷掉什麼 偷掉5公分的利菁不搭氣 下面20公分的極配 根本就沒有換了 你看多可惡 30公分 馬英九當市長的時候 偷掉了25公分 我就知道你是這方面的專業 他說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查清楚 像這個 我跟馬英九講 馬英九他當檔認錯 去看那個驗收單 驗收單蓋40個章 每一次計價蓋了40個章 那個來的圖片 當時沒有攝影的資料 都是拍照 拍的照片我就知道有問題 為什麼 拍的照片都去拍什麼 拍我在那個施作的過程 再倒利菁 還有在那種豬八戒在吐的那個 我覺得關鍵的照片沒有 比方說挖開 要挖掉10公分的利菁 20公分的極配 你應該一挖掉以後 馬上持一兩 有沒有30公分 要照這個照片才有用 所以我認為 不是說利菁商跟營造商 是不是同一家那還歧視 可是同一家會比較容易有弊端 對 最主要是監工跟驗收 因為利菁也好 混凝土也好 你可以現場 不但現場取樣 像混凝土你現場就做貪度 貪度不足 或者時間過長的 都應該要退回 我認為是出在監工跟驗收 還有是不是使用期 已經過長 這些部分我覺得沒有查清楚 用這種影射性的 我覺得到現在為止很多評論 都在影射 都在批評 我覺得這樣子對陳菊市府 他們認真做的人 其實是不公平的 王議員 我比較想把你調去高雄 你講得太好了 但是主持人 所以邵廷好好的學起來 這個韓國瑜講的已經是 欲言又止了 他已經有保留了 他是點到為止而已 我相信高雄在地的朋友 一定都聽得出來 我現在幫韓國瑜加碼一下 剛剛江偉提到說 99%的薪力跟1%的儲弊 這是對的 韓總理的觀念是對的 千萬不要動 就是99%的薪力 儲弊1%象徵性的就好 我解釋給大家聽 高雄捷運的造價是1800億 這個不在你那3000億裡面 這個是高雄捷運的 這是兩筆錢 高雄捷運非常的慘 他現在說他轉虧為盈 我希望韓國瑜能夠撥亂反正 因為這個是騙人的 我想邵廷議員非常清楚 他造價1800億 當時他每個月的 一個月的利息就2億多 每天的運量是18萬 高雄捷運公司的資本額 就100億 他一個月虧2億 利息2億 他不到5年就快倒閉了 所以那時候高雄市 就把他買回去 他每天的運量是18億 可是他 18萬 18萬人次 他預估的運量其實是44萬 所以這個落差是 這個落差就是謝長廷 當然在當高雄市長的時候 那時候興建之前 所以我們那時候一站台 沒算準 對 高捷的弊案 我們用社會新聞的角度來 他是B案 他不是沒算準 他是碰轟 不然的話中央不給他錢蓋 碰轟的很多 鄭文燦的機場捷運都有 他一定要碰轟 不然根本沒有辦法蓋 他的利息 你看利息剛剛講的 一個月2億 一年就24億 然後1800億造價的折舊 攤提 維修 這些王世堅議員都是專家 所以我還是回到這裡 這個是對的 要趕快去賺錢 不要除弊是對的 我解釋給大家聽 不要除弊是對的 我有所本 請大家看這一張 這個照片是去年8月 高雄的一個天空 一個而已 一台車落在那裡 這也落在台北 你看的怎麼樣 如果發生在台北 你看哪個局長下來 應該是王世堅議員 就帶人去包圍這個黨 對 柯文哲就慘 李頓掌就慘 我去包圍過 兵家市長的工程就這樣 一次限了六七步車子進去 對 民國八十九你 馬英九當市長的時候 我們台北市一年 郝龍斌市長的任期 一年花了10億 每年平均10億在弄路瓶專案 柯文哲當市長的時候 一年是9億 可是我每天在台北跑 我又不覺得台北的路 但是至少台北 不會像高雄5000個天坑這樣子 我為什麼建議 這個韓國瑜市長 不要去除弊 我的理由是這樣子 這個是韓國瑜他之前的口號 叫做愛與包容 愛與包容 我真的是要這樣子做 可是天坑不能包容 不能包容天坑 要包容 我解釋給你 這個是真的是 觀眾朋友們 我們要借級用人就是這樣子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在哪裡 他還在走路 家寶是不是 家寶 家寶 家寶你走 你看高雄的檢禁是誰你換 高雄的司法 我就抓給你看 我就PO連數給你看 你是抓得到嗎 據警察局長好像剛換人 高雄沒有換 高雄沒有換 沒有換 那是之前的副局長又回來 換北部山三個局 你看這個是慶富案 慶富案也是在高雄在地 邵東要去派出所簽到沒有去 派出所竟然不回報 你有看過這種派出所嗎 所以我是解釋給大家聽 為什麼不要去除弊 因為陳菊 黃玉媛已經 你的解釋大家還是沒有聽懂 為什麼不要獨立 你端這麼多 你怎麼不要才沒解釋 我在友台幫他白賊一局 他告我 我就跑法院 告我 不起訴 不就再借再利 在意 然後警察官就在意就再傳 又傳來還是不起訴 謝謝陳菊告我 我的意思是說 你今天韓國瑜如果去查 主持人剛講5千個天坑 在我們社會新聞上講 是5千個案子 而且這個天坑 一坑一案 正義法 那是去年8月的天坑 你怎麼叫韓國瑜現在查 一個洞這麼大 當初誰驗收的 剛剛事件也講到40個章 我們檢調辦很簡單 只要公文上有蓋章的 通通先傳來 我們那個第二局辦 其實也沒什麼PayPal 只要有蓋章的 公文上看到蓋章一個一個來 從最小的開始傳來 每個都跑不掉 所以你不要想說 我現在接發弊案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前面講說 韓國瑜他是欲言又止 點到為止 那主持人我的結論很簡單 要查弊案可以 我支持查弊案 等韓國瑜當總統再來查 這個結論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你來中不是你的人的時候 你說檢調司法歸總統管嗎 你來中的 你不能輕舉妄動 你要借急用人 你現在在告訴你 借急用人 你只要敢查陳菊的弊案 王岳你幫我做證 你看陳菊的子弟兵會不會反